案犯押到 報告宣傳人 案犯洪 洪 洪 洪什麼 他自稱洪 洪女 好啊 來昆山縣當大爺了 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聖 給我押上來 是 進去 這身打扮 來昆山縣拜堂來啦 先叫他跪下 姓洪的 給我跪下 這樣的刁面 必須讓他跪下說話 聽見沒有啊 給我跪下聽誰 本人只跪天地父母 豈可給你下跪啊 給我打 敢 這聲怎麼這麼像皇上啊 怎麼還不上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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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手不凡 兩個不行 給我再上兩個 把他捆上 給我打 是 還不趕快跪下啊 你快給我跪下 難道非要用大型嗎 我讓你跪下 我讓你跪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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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剛才說什麼啊 我讓你跪下啊 臣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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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是來撈 撈什麼啊 撈 撈 撈您大駕 臣見駕 無妨萬歲 萬萬歲 哼 衙姨們都退下 李愛卿 臣在 你還是趕緊去當 你徵召秀女的钦差吧 就別在這兒瞎掺和了 遵臣 皇上 這徵召一千二百名秀女 朕就知道 你這一直心裡邊 有話揣著要說 講吧 皇上啊 中土戰亂已久 大明出力 百姓正是需要修養生息 這個正常的男婚女嫁 以求陰陽平和 這拉郎配 這 不是皇上想看到的 充實後宮 須細水長流啊 那你的意思是 這一千二百名秀女 皇上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啊 沒讓你說話 把你的嘴閉上 那這一千二百名秀女 一個都不能招嗎 臣不敢 臣只是說多了 那就行 減半六百名 六百名 還多 多 你這是討價還價來了 那好 那再解一半 三百名 皇上不能再少了 不能再少了呀 不能再少了 就三百名 嗯 臣 臣 謝主隆恩 請來吧 接皇上 劉愛卿啊 看你今天這架勢 這江南巡府 是正式要上任了 是正式要上任了 回禀皇上 臣已經送了文書 給蘇州知府召林 讓他火速趕到昆山 協助臣審 審理盜捷官吟一案 封堂 臣在 宜交本案的卷宗 協助江南巡府迅速破案 臣遵旨 是 劉大人 這是有關昆山道營案的卷宗 站在一旁 是 赵大人 蘇州知府 赵大人到 劉大人 卑職來遲 不遲不遲 這麼說 劉大人認為不遲 確實不遲啊 遲早的事兒嘛 好好好 赵大人 卑職先來一步了 落駕 皇上駕到 皇上駕到 你怎麼來了 不是朕讓你去忙選秀之事嗎 如此大案 皇上親自觀神 臣作為一國之相 怎麼能不賠駕呢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宗愛卿平身吧 謝皇上 謝皇上 給李丞相添把椅子 不用了 就讓李愛卿 站在朕的身旁就可以了 是 升堂 衛武 一千六百兩官銀被劫一案 案發已久 其中謎團重重 有橫生之劫 此案 經久未破 驚動朝野 皇上命我為江南巡浮 專職審查此案 來人 傳原告王旅上堂 傳王旅上堂 臣叩見皇上 平身吧 謝皇上 見過劉大人 言告 報上姓名 在下王旅 三橫一束王 旅是不旅的旅 簡單地說 旅就是鞋子 我來問你 你憑什麼到蘇州府 去撞告冯堂 回劉大人 冯堂在我手裡 花五十兩銀子 買了一幅畫 什麼畫 傅春山居圖 好畫 好畫 老夫開眼了 開眼了 如此莫保 下官不肯收藏漏室 你的意思是 只有丞相才配收藏此圖 我發現 馮堂給我的銀子上 刻有銀匠尤十一的名字 正是官府缉拿文告上 所標示的官銀 你當堂把那個銀錠 承送給蘇州之府 趙大人了 我當堂就承給他了 趙大人是如何宣判 趙大人當堂並未宣判 也未當庭傳馮堂對政 而是收了銀子說 留作證據就休庭了 嗯 我再問你 那你又是如何成了 蘇州府和昆山縣 集拿的罪犯呢 那 那就得問趙大人和冯大人吧 我回去仔細審視 元寶銀匠的名字 並非尤十一 而是尤十三 我說你看錯了吧 他堅持說 絕未看錯 堅持要告到底 他四處散布 不實證詞 誣告本官 本官是朝廷命官 一身清白契容玷污 所以這才把他以誣告罪论處 劉大人 被執切到你的文書 已將那定銀子還給王吕了 王吕 那定銀子你可曾帶了 帶來了 扔上來 拿過來 讓朕看看 是尤十三 皇上惠也 正是尤十三 接著审吧 是 趙大人 你為什麼不當堂傳喚冯堂驗證 冯大人在昆山 本堂在蘇州 卑之原想第二天赴審時 宣冯大人赴蘇州驗證 對呀 我接到趙大人的傳喚 當第二天趕到蘇州府時 才知道是王吕認錯了 誤會 絕無誤會 尤十一三個字我看得是真真切切 來人 傳證人尤十一上堂 傳尤十一上堂 草民 寇見皇上 平身吧 謝皇上 見過劉大人 尤十一嗎 小人正是尤十一 特意從應天城來昆山作證 你拿去看看 看看這頂銀子是否是你親手所知 是 兵大人 這頂銀子 是小人所造 又非小人所造 此話怎講啊 大人 我確實造過這樣的元寶 可是這頂銀子 分明刻的是我弟弟 尤十三的名字 我問你啊 你所製的銀子分量多少 五十兩 就五十兩 就五十兩 分毫不差 分毫不少 嗯 互不驗證的時候 那要是 哪個銀子少了分毫 我是要弄腦袋的呀 那你弟弟所製的 五十兩銀令呢 一樣啊 也是分毫不敢查的呀 互不驗銀的時候 用的都是稱金字的 那西橙 西橙可曾帶來啊 大人哪 這船漂上 可沒說讓我帶西橙來啊 我帶了 好 那就當堂稱一稱 哎呀 這少了半錢呢 少半錢 不就少了半錢嘛 是啊 這不在誤差範圍內嗎 這少了半錢可不行啊 那戶部要是驗出來 我弟弟是要掉腦袋的呀 不會是你這秤吧 不是秤 這是本官出京城的時候 從戶部領的 你尤十一製作的五十兩的銀地 拿去稱一稱 看看到底是銀子的問題 還是這秤的問題 好 尤十一這是我製的 我製的 你看 正好五十兩 我弟弟要掉腦袋了呀 怕是掉腦袋的不是你弟弟 而是另有其人 嗯 趙麟 站到唐下 劉大人 這是何故啊 脫去他的官服官貿 劉大人 你未免太武斷了吧 你又給朕安靜一會兒 閉嘴 還呀 還不脫去官服官貿 是 是 暗犯趙麟 還不跪下 憑什麼我變成暗犯啊 叫你跪下就跪下 我問你 拿到王呂承給你的銀子之後 你做了何等手腳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做過什麼手腳 你在尤十一的一字上 加克了兩橫 變成了尤十三 從十招來 那就請大家看看 那兩橫是新加的嗎 這的確是新加的 看不出來呀 至銀醬都分辨不出 怎麼你就那麼確定啊 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朕令 朕令 去刻刀出來 請尤十一在另一定銀子上 加刻兩橫 改為尤十三 大人 大人 可好了 現在再來撐一撐 劉大人 不多不少 缺半錢 這兩橫 這兩橫 割去了半錢銀子 劉大人 你真是神奇妙算哪 我弟弟不用掉腦袋了 謝謝劉大人 謝謝皇上 趙練 招事不招 我沒什麼好招的 來人 拖下去 重責二十大關 是 起來 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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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不招再給我打 皇上息怒 怒子傷肝 你別傷了龍體啊皇上 不 皇上 不是我 不 不 你招不招 招不招 皇上 不是我 還不招 給我狠狠地打 往死裡打 皇上有指 打死他 哎 皇上說往死裡打 可沒說打死他 對這種刁鱷之人 往死裡打 跟打死他 有什麼區別 劉大人 他死了 死了 我們聽到聖旨說打死他 就朝他腦袋上打 就打死了 你 騎兵皇上 赵麟確實被打死了 皇上 臣的確把您的話理解為打死他了 臣的確是義憤填膺啊 柳大人 你 我跟皇上对他是同仇敌开啊 好了好了 打死了就打死了呗 反正他也是死罪 皇上 可是现在不是他死的时候啊 他现在死了好些线索就断了 他一死 这盗银子的线索就断了吗 盗银按道没断 只可惜 你看看 朕并没有说真正把他给打死 你 你还是把朕的意思给领会错了 皇上 当时情急之下 臣的确是对皇上的旨意理解的有些微差错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啊 皇上 事已至此 臣有意恳请 臣恳请皇上和李承祥占庇一时 臣要换个地方重审此案 准 李承占庇 那这事就交由你全权办理了 走吧 就别在这捣乱了 是皇上 姑姑 嗯 李承占庇 你跪到堂下 来呀 罢了他的官府押解回家 本巡抚要在他家里重新审案 是 起来 走 王大人